各位朋友 你們好 今次緊急開這段影片 講一講剛剛我們香港發生的一宗嚴重的交通意外 就是這位已經過世的年輕人 這段影片比較沉重一點 因為我在網上加入了意外群組 例如FB 車鏡特徑 我也是裏面的成員 我看到有一篇這樣的影片 還有有新聞的報導 也看到應該是家屬 應該是家屬登出來的帖文 就是想沉一條鏡的車片 想還原真相 我看到這段影片 原本在網流程的影片 我都盡人事 盡人事分析這段影片 因為我看到那位家屬 應該是疑似家屬 那個帖文是想知道真相 我都盡我的勉力去做少少分析 還有這件事就揭露了我們香港很多問題 首先我先說了網上的事情 如果大家都是群組成員 都會看到 很多留言 都對這位過世的年輕人 我覺得就不太好 因為比較偏激 首先很多人留言說是南亞裔人 他在留言是南亞裔人時 如果大家在群組裏都知道 很多外賣 做外賣的車手 都是說真的 在路上左轉右轉 好像第三世界一樣 因為他們要爭分奪秒 做多一宗就只有一宗 手停口停 這個也是社會的問題 因為找食欄 還有其實有幾個是真的想做過車手 個個都想威 個個都想做律師做醫生 你做得車手的 都是有一定生活的 嚴苛的要求 當然這也是職業 很多人 尤其是年輕人也有時候會玩一下 或者是入行 這位車手就是其中一位 還有一些留言說 那些車手應該有這樣的畫面 期待的畫面 其實這些東西 我覺得在網上很淒涼 因為很多留言都沒有搞清楚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這位車手到底是什麼人 在網上就在網上留言 總之為了要宣洩自己的感情 不快 我就看到很多問題 的確是在現實裏面 很多這個南亞裔的車手 是真是左寸右插 其實這件事 我們香港現在 只有這麼少人執法 根本上都不能夠倒絕 因為整個社會 不只是執法部門做事 而是應該是全部的人 都要高質素起上來 不做這些第三世界的事 才可以還原回 以前這麼輕盛的香港 那個情況出現 這就是我們香港的問題 但我們不可以讓它繼續下去 大家都要宣揚一下這件事 所以我就想用心去分析這段影片 社會問題就很多了 香港第二件事 我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其實這位年輕人 他以前怎樣駕駛車 我是不理會的 現在站在對視不對人 站在他這件事 這個路況上 我看到他駕駛車的時候 都是靠近那條左線 我先開了一個Camp Capture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 看到我的戰績 可以看到我現在是用 差不多最大的高倍 去還原它的影片 因為我剪了相片 因為我剪了相片 剪了相片 剪了相片 然後用AI還原 AI都做不到什麼 或者要用一些更高的AI才能做到 那些可能要在警察檢証科裏做的事 首先看一看 我現在在箭嘴畫的方向 我現在正在震動的方向 其實它也算是比較安全 因為它駕駛車的時候 它應該是回到荃灣那邊 所以它就走青衣的長安村那邊走 它走左線是對的 因為現在這是青馬大橋 當然走左線就會下去 那條都是屬於青衣環島那條路 駕駛車的朋友都知道 駕駛左線是對的 而且我也是要向這位 離世的年青人家屬說說 其實當時駕駛車 我不是偏心 當時駕駛車 其實它是駕駛中左的 在那條慢線的中左 其實由那條片一開始播放的時候 其實它駕駛中左 都是屬於一個叫安全駕駛 因為如果駕駛慢線 有些人如果想過線 就會駕駛中右 我現在箭嘴正在震動的地方 就想過線 通常這些 在這裏有三條線 在中線的司機 這條片提供那位片主 他都很好心 他又要讚揚一下 它駕駛中線的時候 通常如果一架車 你私家車如果駕駛中油的時候 其實都打算是轉線 電單車更加明顯 它駕駛車的時候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就這樣看整條片 好了 去到這個位置 即是我現在上片的位置 就出現了少少的問題 我現在就開一條片 開一條片 大家可以看看Capture畫面 這個是正常出圖 然後我現在用的是一個 十分一倍數的超慢速 可以看到它這樣撞下去 當然這個畫面我就是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在畫的位置 我在畫的位置 它的頭盔這個位置 它有一個動作的情況 先知聲明 現在這條片 因為我已經用了AI復原 但復原不了 可能要透過鑑證科那邊 才能做到 在那裏它就動作 我現在再播一次 就是在這裏 就是在這裏 在這裏動作 不知道是否我提供片的位置 就是在這裏 它自己作出片時 也會有少許值格 但是在這裏 它這樣動作的時候 就很可能 在這時候 它就灑一灑車 灑一灑車 大家可以看到 它整個身體 那樣東西 其實是沒有什麼動作的 在這裏 它剛才這個位置 要再慢一點 大家不要介意 就是要有些耐性做這些 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它的頭是010 即是 其實有機會 它是有點猶豫 有些猶豫發生了什麼事 在這裏 都是要再聲明多次 就是 現在這個不是法政科 而是我將它高倍放大 而AI收服不了的影像 它在那裏動作的時候 有機會它是 頭一灑一灑 它就 有少許現象出現 如果駕駛車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在高速公路 有一條直路的時候 會產生一個叫做露蠻症 露蠻症是發生 它有幾個特徵發生的 就是 當一個人有機會是他累的情況 有機會 這位年輕人未必是這樣的情況 雖然報道說他做完事 準備回家休息 也未至於疲勞到那個狀態 但是 在路面上 這種路蠻症 就會引伸了幾個情況 最常見的情況 就是 如果前面有輛車停了 距離大概是500米左右 其實當時你在看那一點 你以為它是在走的 駕駛車的朋友都有這個經驗 但是它是停在這裏的 但是當你認為它是停在這裏的時候 其實距離已經很近 這個情況是經常出現在 一些直的高速公路上 慢速當然有時間去判斷它是否停在這裏 但是在高速的時候 其實那裏是說幾秒的情況 說幾秒 所以很多時一做反應的時候 都做不及 這也是路蠻症的其中一個 傷害駕駛者的一個很大的焦點 就這樣看這條片 我覺得這位年輕人 都可能出現這個情況 它看到前面那輛車不動 大閃燈 然後它在畫面那裏 頭部好像010 其實它可能有機會是想設線 但是也有機會是同時間 它想設線的時候 就出現這個路蠻症 導致它撞了過去 亦都有機會 它真的完全地產生路蠻症 它認為前面駕駛在動 它有些猶豫的時候 不夠時間 讓它做反應 就撞了過去 我覺得這麼多事件發生 因為再之前已經有的士 有兩輛的士 大家都知道 有兩輛的士在路上撞了 然後他們在撞數 後面又有一輛車撞上來 當然兩位司機都撞死了 大家可以知道 這些路蠻症 其實在香港現在不時會發生 我在這段影片裡也建議 相關部門 尤其是運輸署 說真的 你人手不夠也好 或者點點點也好 或者有什麼理由也好 其實都應該要宣揚這些 尤其是路蠻症 這些嚴重的交通意外 經常都會在高速公路發生 你不宣傳是怎樣 另外一件事 我查了一些話題 就是單車 在很多先進國家 其實70公里速度的道路 是不讓單車去的 其實香港也好像是這樣 但你看看近兩年 那些單車可以上高速公路 這麼有趣嗎 三毛幹線也有單車在踏 你說多麼荒唐 你不宣傳怎樣可以 你靠那些人自己去領會 他未必領會到 所以要做事 這些事 就是相關部門 在一個先進的地方 其實人命是很重要的 只有在一些落後的地區 人命才不重要 正如這件事 引伸出來的事情 你也看到留言 好像不太注重生命 又數到這位年輕人 怎樣怎樣怎樣 我就這樣看 其實他的駕駛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可能真的出現露蠻症 至於接下來 我也想說少少 說少少 這個是關乎 少少 可能對家屬有些傷害 不過我看到姿勢 就是有家屬想知道真相 我都在這裡 希望可以令家屬比較釋懷 首先 他是一路去 一路去 好 接著他撞的情況 其實很多家屬都很想知道 當然前面有一架車 那架應該路過的時候 好像是的士壞車之類 這個工程車就停在這裡 工程車其實在這裡 其實他的輪子是進了線的 然後就留了線位 我稍後再講他 他肯定是很大問題 但我先講這個 家屬門請留意 其實你的親人 他是這樣撞過去的 撞的時候 首先 身是完全地把整個車速的力量壓到身上 整個身 我用箭嘴 整個身就壓到車上 頭就撞到車上 應該是玻璃 這裏淺起來應該像是玻璃 然後 然後 我放大一點點 壓過去 當然 是一瞬間的事 一瞬間 其實有一塊東西飛上去 飛上去的那塊東西 應該是他有個袋子 飛上去 並不是他們所說的 整個人飛上去 不是這樣 是他整個身是壓下去了 當然 當然 在這裏的時候 他這幅圖已經散了 現在 我 在補充 他的報道 不是人飛上去 而是袋子飛上去 沒有那麼慘烈 我在這裏 借這段影片安慰家屬 你這位親人 你這位親人 其實是 應該痛苦那一刻 就是一下子 一下子 這個就是 我不 怎樣說 都比較悲 但是 在說話上 你的親人就是那一刻 這個可能已經 已經沒有了痛苦 希望是這樣 好了 我現在 講講 工程車 這裏 工程車這裏 其實 很老實 這裏都不是第一次的 這裏 我在這裏 站在香港市民的身份 我覺得 香港政府 我不管這些 合約的工程車也好 或者是香港政府的工程車也好 其實這裏 說真的 是要改革的 你不可以不改革 為甚麼 你不是警車 上面閃的燈是黃燈 只不過是黃燈 警車閃的是藍紅色 警告是最高級別的 但只不過是閃黃燈 在日頭裡 閃的黃燈其實都比較弱 至於 你說一個露蠻者 出現露蠻症的駕駛者 看不看到你 那是另一個問題 看到你是應該的 他做不出反應 亦有機會是露蠻症導致到 有些觀眾會說 他可能喝過酒 我撇除了他 因為如果家屬要追上去 或者警察要做事 要查這件事 他應該有機會是 要解火驗屍的 那時候就會 水落石出 到底他有沒有拍藥 喝酒 或者有不良嗜好 導致他駕駛上的東西 但我剛才已經說了 他駛在中左是沒有問題的 工程車就有問題了 為甚麼呢 如果這輛工程車這樣停了 雖然你是閃燈 雖然你是在執行一些 比較緊急的事 要是前面有壞車 你都怕它撞過去 但你停的位置 是很有問題 為甚麼 第一 這個車輪 我正在箭嘴畫的那個 你是過了一條路的一半 過了一條路的一半 你會導致有很多問題出現 這些律師們 有很多案例 即是你過了一半的時候 很多人都可以跟你打官司 為甚麼呢 你過了一半的時候 其實整輛車是等於在路上 人家是沒有機會走得到的 如果一輛私家車 直接駕過去 我們香港是猶太 你過了一半的時候 它直線撞過去的時候 司機位一樣會死亡 這件事 你上到庭 即是香港的法官 就很奇怪 判的那些交通規例 就這樣看圖 識字 有些都不是太真正去了解 那件事而去判 譬如迴旋處怎樣用 都是看著附圖來判 死得人多 關乎這些法律上的事情 我就不批判那麼多 我不是法官 不過它過了一半 這件事就真的 有些被人打官司 你過了一半 人家撞過去 司機位仍然死亡 到底是誰對還是錯呢 如果我站在一個香港人 一個駕駛者的立場 就是覺得這件事不是做得不好 簡直是有機會拿命 另一件事 緊急事故的時候 它這樣停在這裏 很明顯 就是一個 我本人覺得 就是一個司機的過失 因為它懶 它懶是什麼呢 它想著都是 少許安全條例 就是停在這裏 它現在的車身 正在掩蓋的士前面的虛位 這些是屬於正常執行任務的事情 但是過了一半便很有問題 原因是 因為它有機會 這個司機第一是懶 第二是想留一個位置 就是在左邊 我現在站在那邊 左邊開門 令到同事可以出入 如果是這樣的話 說真的 如果不是工程車的司機出錯的話 那你的良心也過意不去 因為你為了要在這裏出入 你就車輪過了一半 那發生什麼事呢 這件事就留給局官去做 因為這些事情 我沒有權去批判它 不過我現在就要發表我的意見 好了 它這個新過了的時候 過了一半不日子的時候 前面這個人 大家看鏡頭的時候都看到 前面有人在的士門的位置 這麼奇怪嗎 這樣來處理交通事件 正常如果你有什麼事的時候 第一 你一定是有攔截車 第二 等雪糕筒 第三 如果有人站出來 你一定是有防撞的事情 如果正常的駕駛者 或者有交通常識的人 如果你這裏容許有人站在路上 是很有問題的 因為除非後面有警車在這裏 這是我個人人性化的理解 並非代表執法部門 你如果容許有人在這裏 還要是他就這樣站在這裏 影片經過的時候 拍攝著他 惡惡惡惡惡 那就奇怪了 你容許有人站在馬路上嗎 站在馬路上做什麼 做什麼 開門 等人來 這些事情便是問題 以上所說 這一宗真是悲劇 我做這段影片 很希望 首先 在現在最傷痛的時候 希望令到 這位年輕人的家屬 先讓我找來 適合 適合 這是一個交通意外 而這交通意外是雙方的 至於是否要 追索法律責任 我便沒有權力去做 我剛才分析的事情 希望能夠適合你現在的心情 最悲痛時 我希望有少許正能量可以安慰你們 這段影片比較悲傷 我希望在悲傷情況分析這件事 當作為大家分析少許正能量 希望大家在駕駛時安全一點 我們下視頻見 Thank you 大家